而在这个周末准备摩拳擦掌要登场的还包括了七天之后要登场的 2011年宜兰国际童万儿童艺术节 今年多出了什么新的游戏种类吗 赶快联系记者来告诉我们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宜兰县的年度盛世 宜兰国际童万艺术节就要在7月9号正式登场 而今年童万节将有更多更新的游戏种类要让小朋友一次玩个够 而今年的童万节主题就定成最好动一下 也就是说会在活动内容中增添许多运动设备 包括全球首创的最新型水路两用的脚踏车 不只可以才骑在路面上还能翱翔在水面上 欣赏东山和美丽的景色 而小朋友在的水上游乐设施更是一向也没有少 包括了像是滑水道射击场还有透新凉的喷水池统统都有 另外为了体贴带着小孩前来的辛苦的爸爸妈妈 宜兰县政府更准备了能抵挡艳阳的泡脚SPA 要让亲子同乐 可以让全家人一起快乐的参与这个童万节 度过美好的暑假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的确很多人等的就是这天消暑凉快的宜兰童万节 谢谢大家